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和制度有关 正所谓从地狱里来的魔鬼 不可能带你去文明的天堂 被文明征服是幸运的 被野蛮征服是灾难 真正的天堂你可以骂它 是地狱 真正的地狱你只能夸它 是天堂 上半年有接近80万人被判刑 同比就增长了8.47 按这么个趋势 全年估计有160多万人被判刑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判刑呢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问题 今年的失业率是18.8 经济问题会导致很多人挺而走险 就像有些人说的 坐牢是现在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其次是现在形势政策发生了变化 检裁员现在不再过度的去追求 扫补胜诉胜压 现在形势政策叫做宽言并计 该言则言 当宽则宽 罚当其罪 只有轻微的案件 才会使用扫补胜诉胜压 第三个原因是 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一个轻罪化的时代 看守所里面关押最多的人 就是酒驾 邦信这类犯罪 其实每一个刑事案件受影响的 它不仅仅是当事人 还包括了当事人的家庭 这么多人被判刑 社会在进步的同时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去思考一下 有些罪名 它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判刑 有些罪名 会不会就是因为规定模糊 界限不清 而导致了成为口袋罪 继而成为了某些人滥用 刑事手段的借口 刑法它必须是千亿的公器 坚守千亿性的原则 它不是刑法人的任性 而是刑法人的责任 也是我们天下人共同的期盼 取消特供 当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时 我们的食物和食品安全 才有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而不是为特殊的权贵 提供特殊的饮食 今天安徽淮南春卫学校 一名仅仅入学 两个月的初一男生小孙 被多名同学唯有致死 10月10日 当地的教育局发生 将会进行赔偿处理 学校和时报者家长 各承担一半的赔偿 生命如此不堪了吗 难道仅仅讲到赔偿 就可以了事吗 虽然是未成人 但是霸凌者把人都打死了 难道行为不应该付出代价 不需要刑事责任吗 难怪学校的霸凌产冬事件 经常发生啊 为啥不生孩子 这包米六毛五一斤 咋生啊 你还不如问何不食肉迷呢 丰收了 这么些的玉米 这么大的一片地 够不够给小孩补一年课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 是坍塌式的 而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种 一代一代人渐渐老去 是吧 逐渐凋零 没有 我觉得人口肯定是坍塌式的 我不想再像上一个视频一样 分析追究是某一个政策导致的 或者是某些社会分配问题导致的 我尽量少谈这些问题 那就谈谈人口坍塌以后 会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那第一就是养老是吧 我们80后90后 00后 甚至10后 在我们老去的那个年代 有没有足够的年轻人 给你交养老金 如果那个时候 国家不能说 给一个政策 比方说 我把烟草的利润抽出来 来补贴养老金 那我们的养老怎么办 所有人都要考虑 你老了以后要怎么办 因为你老了以后 你会生病 我们现在有三四千万人 结不了婚 是吧 因为某个政策的关系 人口比例出问题了 就算你现在去找外国 这个媳妇 或外国丈夫 是吧 那你的比例也差得太多了 你差三四千万人 什么 三四千万人结不了婚 你们这些单身的人 怎么办 老了以后 我们每个人 可能身体都会不好 有的人很幸运 90岁还可以工作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 其实五六十岁 工作精力就已经 严重下滑了 现在的就业市场 又很残酷 是吧 就是可以说是残酷 我没有夸张 那你在35岁 或者在更老的年龄 你被就业市场淘汰了你 那你又能怎么办 你如何将养老保险 交到这个 现在说63岁 将来还会延的 65 68 是吧 70 73 中国的这种福利制度 永远不会超过国外的 就是人家法国 人家日本都 都六七十岁退休 你凭什么 六十三 不要天真了 现在就很多人很天真 跟我变 这样的 我身边很多人 就是这种降肿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教育问题 就是理想状态 我个人觉得 理想状态是什么 将来人口减少了以后 教育变成小班制 现在一个班 40个孩子 变成15个 我一个班主任 管15个孩子 我还照顾不好他们 是不是 第三个问题 就是未来市场潜力的问题 现在人口 明显坍塌了 我十年前说会坍塌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我劝我那个朋友 亲戚把幼儿园关了的时候 他觉得二台政策开放了 他就可以飞起了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坍塌了 没有人生了 那么将来年轻人少了 谁来消费 老人能吃多少东西 老人能油管多少东西 老人的消耗 其实是相对很少的 你知道吗 我们老了也一样 就我现在可以 我一个月买一个3A游戏 是吧 我拿出我工资的多少分之一 我要消费 我要出去吃 出去喝 我要出去玩 老了以后还会这样吗 老年的女孩还会 买那么多衣服吗 穿给谁看 走都走不动 在家里坐着 这是必然的 市场又塌说了 市场塌说以后 你不寻求把这个 社会赚得的利益 分配给大部分 底层的普通的老百姓 让老百姓去消费 去觉得很安全 是吧 我的医疗 有医疗制度管的 我的养老 有这个制度管的 我的这个权益 有法律管的 我的一切 有国家 给我一个保护 是吧 所以我赚的钱 又够多 我就敢于消费 苏联其实一直想坑中国 1950年 苏联在不通知中国的情况下 同意朝鲜进行统一战争 这是世界历史上公认的阳谋 因为美军当时驻守在韩国 美军必定参战 如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苏联认定中国军队 必定顶不住美军的压力 而向苏联请求出兵 那时候苏联一定会再次师资大开口 万幸的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顶住压力 迫使美军回到了谈判桌上 抗美援朝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战 同时中国也欠下了大量的苏联债务 中国被欧盟封锁 被迫全面倒向苏联 在苏联眼中 中国应该能像东欧小国一样 被苏联控制 所以不断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 1958年1月提出建立长波电台 8月提出组建联合舰队 均被我方拒绝 苏联的大国杀本主义 在其普通国面前向来说一不二 觉得伤了面子 于是1959年6月 苏联单方面撕毁了 与我方的国防技术协定 8月中印爆发了第一次边境冲突 苏联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1960年7月16日 撤走在中国的所有专家 带走所有资料 导致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停摆 又利用中国的自然灾害 迫使中国还债 致使中国损失惨重 到1964年 我们才用实物还清了所有苏联欠债 在债务两个清之后的1969年 中苏双方在镇宝岛和新疆铁勒克提发生冲突 关系全面恶化 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失去外蒙的外星安领等天然屏障 苏联的钢铁洪流可以在12小时抵达北京城下 中国为此做了最坏的打算 上百万解放军战士在中苏边境住房 同时400万技术工人在西南西北重山峻岭中开山挖洞做工业备份 这就是三线工程 国产药在国外卖65元 国内却卖2300元 而且最贵的时候卖到过3000元 这个药的名字叫做硫酸多年菌素B 是一种抗生素 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发现 这种药的成本价在十几块钱 但是生产这种药的企业 为何故意炒高价格呢 真是令人发指 为何要坑害国人 权利的本质是剥夺 而不是给予 你在街上随便找个人给他一万块钱 叫他跟着我走 他一定不答应 但是用枪指着他的头 叫他跟我走 99%的人不敢拒绝 权利的本质 它就是剥夺 能剥夺的东西越多越重要 权利它也就会越大 一个骗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谎言 没有一个人敢车穿它 我今天就来车专乱 就是说世界上母爱是最无私的 你看看周围的人 有多少人在选择鸡瓦和鸡自己之间 选择了鸡瓦 他们真的认为鸡瓦有用吗 他们可能也认为鸡瓦没有用 但是他们自己又焦虑 把所有的焦虑转嫁为鸡瓦的动力 就糊弄自己说 已经努力了 把希望转嫁给下一代 这不是又自私吗 你还相信母爱是无私的吗 我说过 95%的人都只会往股市面送钱 还不相信 不管大盘怎么涨 你都只有往股市面送钱的命 因为你是韭菜 普通老百姓炒什么股啊 这是你能玩的吗 如果你都能赚钱 那些庄家机构 他们赚什么 他不就是赚你亏的钱吗 在股票里面为什么那么难赚 因为你的股票如果说跌了50% 你要回本 就要等这只股票涨100% 你才能回本 有多难你知道吗 不要以为买一只股票拿长线 你就可以赚钱了 有些股票会退市你知道吗 去看一下我们曾经有一只石油股啊 可以趴在那里20年不动 什么概念 是不是 20年前你买的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就夸张到这种程度 知道吧 所以股票里面 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玩的 老是有人给我抬杠说 还是有人赚钱的 我见过谁就赚钱了 我还见过有人买彩票中大奖的呢 你怎么不去啊 两块钱的成本 五百万的回报率 这么大回报率你都不去 你还去炒股 炒什么股 普通人不要炒股 不要学技术 你们想一下 华为每年要招那么多的天才 为什么这些天才 从小就智商1006的人 他们为什么不去玩股票 还去当个工程师 当工程师不是打工吗 对不对 搞科研啊 搞什么这个这个什么创业呀 那这些不都是为了赚钱吗 当然有些人还是有崇高的理想啊 但是赚钱是这个世界要公认的 对不对吧 那为什么这些天才 这些数学家呀 甚至搞火箭的 为什么他们不去炒股呢 是不是 炒股有那么难吗 对他们来说 就那么难 我告诉你吧 你的智商可以150 但是我告诉你 在股市里面照样亏得你 妈妈都不认得 是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 玩股票 你的盈率 不如你去澳门 国企之工 吃空享16年 发现以后 不是给开除啊 而是让他返回原岗位 赶紧回上班去 哎呦我去 我跟你说拍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你们是真狠 哎呀 这原岚位发话了啊 说这16年期间没给员工开工资 也没给他交社保 就是保留个职位 你们骗谁呢 你们这么有责任感 能不给交社保吗 能不给开工资吗 但是我估计啊 要没有两种可能 你们开的工资啊 压根就没开到他们手里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是开到手里了 那也就是说人家来不来 无所谓这种的 那这不是一般人啊 我跟你说 你们得好好查查 你骗老百姓啊 骗就骗了 无所谓啊 反正也是你们拿钱啊 但是我估计你们钱啊 也都从大家兜里掏去的 但是我想说啥呢 这国企员工啊 他就是好 你说说 不上班 他都能混成工资 你说这叫普通人 得一个一般的单位啊 是不是 比如说16年不上班啊 就他妈16天不上班 你都别想回去了 我跟你说 16天 6天都够呛啊 你知道吧 家里面有人 外国人去世啥的 我跟你说 请三天假都难啊 要不说你们国企啊 就是头子 知道吧 哎 就照这么整 你想想 以后都不用上班了啊 你们国企啊 一个单位啊 满部门的啊 二十多个人 三十多个人 哎 就俩人上班的 指班啊 今天你俩 明天他俩 然后大家一起做账啊 赶的票 就照这么整 如果你没有独立的逻辑辩证能力 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那么你大概率会去感恩 感谢那个把你的腿打断 又给了你一根拐杖的人 80%的孩子 不要去读大学 你耗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花费了无数的金钱和精力 浪费了大把的青春和时光 大学毕业之后 仍然去送外卖 你想想 你是不是有病吗 就整个的社会 这个岗位来讲啊 真正对大学生的需求 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而我们却培养了 近百分之五十的大学生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啊 害了多少人 是吧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 对于百分之八十的孩子来说啊 最好的出路啊 是学一门技术加外语 而且这门技术呢 就是说对未来AI社会来说 它是要靠动手的 和情感方面相容的这种技术 技术加外语 尤其对未来AI时代来说 将会王炸般的存在 问题全在美方 责任全在美方 财产全在美方 子女全在美方 天天高呼反美的斗士司马某人 却将儿子送往美国学习 并悄悄将自己的资金兑换为美元 甚至在美国购买了一套房子 爱国是工作 赴美才是生活 这种讽刺的反制式的爱国 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放下反美情绪 不吹不黑 从一个更客观的视角来看三件事 首先 1998年的印尼黑色五月暴动事件 成千上万的华人受害 许多华裔妇女 更是在街头被凌辱 当时美军介入 并派出军舰撤离华人 提供保护 你说这算不算干涉别国内政呢 在之前 1969年珍宝岛冲突期间 苏联提出对东方大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 美国得知这一情报后 立即警告 若苏联动手 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这算是美国的干预吗 最后我们再看看 被美国推翻的萨达姆和卡扎菲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行为无疑是侵略 但从世界文明的视角 他们却可能被称为正义之师 这样的观点你觉得合理吗 为什么我们似乎在某些 全球通用的逻辑和普世价值观上存在巨大鸿沟 原因并非源于我们自身 早在197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逻辑学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一 并在欧美国家成为小学必修课程 但在中国 逻辑学的发展却颇为曲折 在五四运动后 西方逻辑学曾在中国学术界得到推广 并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部分 然而1949年后 受苏联教育模式影响 逻辑学被视为行而上学的产物而遭到批判 并逐渐被边缘化 尤其在那个特殊年代 许多学科 特别是西方哲学和逻辑学 均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 导致研究几乎停滞 尽管70年代逻辑学曾短暂复苏 到了80年代末又陷入低谷 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知道逻辑思维是一种比常识更稀缺且宝贵的能力 富人的钱好骗 富人的钱好赚 富人的钱好赚 不好骗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财富累积最快的方式 从来都是财富转移 而不是创造 跟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在很久以前 我们家附近市场来了一个乞丐 端着晚挨家挨户的去要钱 最开始给钱的人不多 他就把给他钱的这些人的家庭记子都挨个的记了下来 等到晚上呢 他就开着豪车挨家挨户的去还钱 而且呢是十倍的还 别人给他一块 他就还十块 别人给他五块 他就还别人五十块 等到第二天呢 整个市场都传开了 他还是用同样的方式 翻着晚去要钱 不同的是 这次给钱的人变多了 给钱的额度也变多了 大家正在钱背后写下了自己的家庭记子 不到一个小时呢 乞丐就收到了好几万 等到晚上呢 乞丐依旧还是开着豪车 挨家挨户的去十倍还钱 到了第三天 还是同样的手段 这次不一样的事 满市场的人都在主动找他 给的也越来越多 不到一个小时 乞丐就收到了上千万的钱 大家都在前后面写好了自己的家庭地址 等着他的十倍放缓 这次你猜怎么着 不用说我想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吧 等了三天三夜 乞丐再也没有回来 现实中套用这样的行业和项目 比比即是 你惦记的是他的利息 而他惦记的是你的本金 你以为你很聪明 最后其实你只是个大聪明 穷而一辈子都在占便宜 最后却被别人占了便宜 有人十年磨一剑 有人十年做一局 你知道现在深圳有多少人断工吗 我都不敢说 我怕被缝 我就这么告诉你 假如断工了就排卖 从现在开始排卖十年都排卖不完 其余的你自己琢磨 首先 已发生强制停贷的楼盘 按揭贷款总额是1万亿 其二 资金链断裂的39家头部房企 旗下楼盘的按揭贷款总额为1万8千亿 其三 全国烂尾楼楼盘的按揭贷款总额 在1万2千亿到1万3千亿之间 要知道 全国经济一年的GDP是100万亿 上述三个数字总和为4万亿 也就是说 这些可能出现的坏账金额占中国GDP的4% 可怕吗 非常可怕 非常令人担忧 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 原本按揭贷款在中国银行业中 是非常重要的优质资产 然而现在 这些优质资产却有演变成毒药的趋势 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成都房价保值 成都房价能够逆周期 下城市跌 只有成都在涨 但是真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70层统计的数据 同比去年 西南四省的省会 它的跌幅成都是第一名的 成都的同比去年 它的跌幅是9.2 它的跌幅是最大的 重庆都知道重庆 房价界大幅下跌 那重庆它的跌幅也才是9.1 还没有重庆多 我们再看贵阳跟昆明 贵阳跟昆明同比跌幅都是6.7 都是6.多 也没有成都多 成都它同比去年跌幅实际是最大的 你放级前整个西部 它的跌幅也不小 西安它的跌幅是6.9 没有成都多 唯一比成都多就是兰州 兰州我们知道 在2022年23年到24年 有的是一个大幅的下跌 公认的西北地区跌幅最多的 兰州 还是7.7 和成都9.2 其实差不多 银川 银川也没有成都多 成都多是6.3 也没有成都多 我们再看 西宁是7.5 乌鲁木齐是5.3 西宁乌鲁木齐 那跟成都比 也没有它跌的忙 所以成都 整个西部地区 它的跌幅是第二名 整个西南四省 跌幅是第一 跌幅非常的大 它怎么能保值呢 从数学上看 并不保值 很多保值都是 自己的一厢情愿 一种主观想法 包括之前造谣的 2.15万亿 天价的 10级套房 几百上千万的 拆监馆 也证明是假的 相关的造谣人员 也已经被行政拒留了 所以说根本就不存在 成都保值 而且成都 它的跌幅 在整个西部地区 是数一数二的 跌幅是居闲的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之前长得高 它肯定是跌幅大 而且成都 它的跌幅 还在加速 还在加速下跌过程中 未来更大的跌幅 还在后面呢 在加速下跌幅 我们在加速下跌幅